最近创造101的王菊和杨超越 凭借各自独特的性格权责无数 但就是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杨超越首页被辱骂他的微博刷屏 起因是近日他的发言触碰到了网友的怒点 很多网友表示 大半夜他的狠话被堵得不行了 而刷屏最多的一句话是 杨超越第二名真的是在侮辱其他的选手 其实一开始大家本以为 获得这个名次的杨超越 会说自己要更加努力 没想到是这个画风 说这话时的仪态 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当时听到这话的压力 表情简直了 连王思宗都点赞了弟子杨超越的微博 相比早前大家对他的评价 这样的反差是这几年选秀节目中很少见的 毕竟从一开始杨超越的热度就很高 大家对他的评价还不错 毕竟长相很符合大众审美 非常搞笑的同时 又让人觉得性格坚毅 态度认真 让大家觉得非常可爱 可是这次公演 不说歌跑掉 我也没进步 而且随时说哭就哭 而粉丝给我投的票 我就是要做这的言论 直接过了网友能忍受的最后一刀线 最后 把之前所有可爱点都变成了讨厌点 与其说讨厌 不如说 大家是真的失望了